字幕志明 非诚勿承订阅宗 所以很开心 我们即将开始进入我们这次的议题 那我們希望各位這次的社會 更幸運大家會有 一起來思考 然後一起對話通通 逼得旅館長期培伴很會不會 也讓義務社工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地位 事實上他們本來就永遠也在一條院頭 那這一次最近 合約一件事情真的是 我們義務社工的能力明見 過去可能因為我們社工 義務社工在一月五十一次的院 過往因為他是主義衛生主教這樣的單位 地方政府主義也不常常變成的 那義務社工在醫院裡面 長期就不認為 不被認為 法律也沒有定他是一個醫事人員 所以我們的義務社工 雖然在我們社工界裡面 雖然是很專精的對不對 我的學生一畢業第一次院 想要聊到醫院裡 因為安全 這也不完全 但你至少正常照顧一下 好 好 fenomen 今天那邊講的 用心肥腑 很空肚 快要來 我覺得他 我就忍不住插頭說 我沒有一個號碼快到 那個 不在這手機 你看那個站 他就好高興 知道嗎 原因都可以的 三四點來看病 你看那些人的壓力 後來我發現最佳不是那個醫生 是跟他搭配那個護理師 藥師 字幕提供着剪球 字幕by索兰娅 卫生福利部105年 我们针对社会工作人身安全 和社会工作专业制度 我们办理了北中南三个场次的共事营活动 我们期待透过这共事营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全国社会工作社群的伙伴 针对社会工作人身安全 劳动条件 我们的专业训练 以及法规修正的部分 提供相关的建议 并凝聚我们社群的共事 希望透过共事营 大家的意见参考 以及参与式的讨论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未来可以针对社会工作师专业制度的一个建立 提供政策上的参考和建议 大家好 我叫杨千颖 我来自嘉义市政府 那我自己本身刚好也是承办社工人身安全 还有社工制度这个业务 那今天很开心来参加这个社工制度的共事营 那我们在透过小组专业的讨论 我们会对社工制度 还有社工人的安全有更多的形式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次的共事营 我们激发出来的一些新的编子或是创意 可以提供给国营业作为政策 未来政策制定的方向 谢谢 我是金本生命县的主任 我姓潘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社工共事营 那这个营会里面呢让我们可以再沉淀一下工作的那些重担 然后并且能够给我们一个方向是活化社工的灵魂 让我们能够更有方向的去发展未来的工作环境工作能力工作的专业 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也让我比较有建设性的去看见未来 这是在这次参加社工的共事营的一个收获 谢谢 我是静怡大学社工所的研究生林又萱 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参加这个共事营 因为在共事营中我可以认识很多许多食物工作界的社工 那他们的工作薪生跟辛苦 可以让我确实知道每个社工在他们领域上的工作内容 那所以因此透过这个活动我觉得都有收获很大 让我在以后踏入社工界可以有更多的准备